许多慢性疾病,比如炎症心肠病,寻常磋床和二性糖尿病等等,影响着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。 但是,在狩猎采集人群和其他传统的非西方化的文化中,几乎没有这些疾病,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,是由现代生活当事造成的。 缺乏运动,日照不足,周夜节律紊乱,过度卫生,微生物接触不足,接触由害化学物质以及慢性压力,似乎是导致现代社会许多慢性疾病高发的主要因素。 长期以来,我们知道这些类型的刺激,可通过影响我们的基因表达,而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 但是,最近十多年来,我们了解到它们对我们的第二基因组,人类微生物组的影响,在某些方面可能要严重得多,与我们自身所携带的人类基因组不一样。 我们的共生微生物组是动态的,是阴性强的,拥有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,窒息在我们的皮肤、肺部、小化岛以及我们身体的其他一些部位。 我们所拥有的微生物细胞数量远远超过我们自身的细胞数量,并提供人体一些必须的生命功能。 肠道微生物通常被称为被遗忘的器官,因为直到最近十来年,我们才真正开始了解到生活在肠道中的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,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重要。 虽然人体被看作是一个超级生物体,但是这些微生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们,它们可以说是我们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。 这些细菌、病毒、真菌和古生菌与我们共同进化,我们与微生物之间在共生关系数百万年之前就已经形成。 其实,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,我们与微生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形成的部分原因,因为微生物能够帮助消化那些不应消化的食物成分,并有助于抵御病原体。 因此,与细菌合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生存优势。 我们不是通过缓慢的生物进化来形成自身消化被淀粉类多糖的能力,而是将这些工作外包给了微生物作为回报。 我们宿主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,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。 生存与繁殖是进化的基础,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益,这种共生关系才能得以进化。 宿主通过将其消化功能、代谢可免疫的某些方面,外包给微生物而从中获益。 没有微生物,宿主就不能正常工作。 产的微生物因宿主为其提供一个可以生存的环境而从中获益。 它们通过宿主的饮食和肠道粘膜产生的某些化合物而获得能量。 人类与微生物接手向前,人们普遍认为,大约260万年前,当肉类开始成为人类饮食中,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时,我们的消化系统开始发生变化。 也许最重要的是,由于从低质量的植物性食物逐渐过渡到高质量的饮食,我们的打肠变得更小。 换句话说,因为更多的食物可以被宿主没分解,并被小肠吸收,我们不再需要微生物的发酵。 然而,我们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微生物小伙伴的联系。 跟精类蔬菜、水果和其他高纤维的食物,是许多就食器时代部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而这些食物中,人类难以消化的部分的分解工作,则被分配给,对于我们肠道内的微生物。 所以,狩猎采集的传统人群所摄入的食物,会为我们肠道中的微生物,提供了大量的食物。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研究的支持,比如哈渣人,他们每天会摄入大量的膳食纤维。 除了为肠道细菌提供可发酵的食物,他们还经常冲一些较脏的食物,突然和其他自然海境中获得新的微生物。 人类和微生物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,那么,现在发生了什么呢? 随着农业革命的开始,人类共生微生物可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,因为我们开始并居下来并将一些新的食物内入我们的饮食中。 我们知道,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,导致了人类健康水平的下降,至少在转变初期是这样的。 当然,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卫生的生活条件,导致穿上新疾病的猖獗,但是也包括其他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。 比如开始转变为吃一些富含淀粉,营养或粮的饮食,所有这些肯定都会影响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。 小伙伴,因为我们的新的生活方式,让我们接触到了一些新的微生物,并改变了我们的肠道精群组成。 然而,相对于最近几个世纪,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变化来说,这种转变简直是小屋见大屋。 不值一提,让我们来看看现代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特征,我们把自己与自然环境隔离开来,搬进了大的公寓楼,我们过度使用抗生素,我们开始吃一些高度加工的,富含各种添加剂的食物。 我们的昼夜节律被破坏,我们变得很爱干净,甚至吃饼,我们很少运动和户外活动,我们的食品功能变得很干净。 证据表明,这些生活方式,让我们的共生微生物,发生了半天腹地的破坏性变化。 由于这些改变,发生了两件事,我们失去了许多微生物,它们曾经是我们的共生微生物群落的一部分。 我们的共生微生物群落组成变得与之前的祖先非常不同。 突然之间,我们的内部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 数百万年以来,一个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与我们逐渐发展,进化形成互会共生的关系。 但是现在,我们突然打破了这种平衡。 通过吃一些新的食物,我们选择让一些本部属于祖先在共生微生物群落中的细菌生长。 通过使用抗生素,我们失去了许多微生物老朋友。 也就是说,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共生微生物群落。 这也难怪,现在肠移基综合征,严正性长病,食物不耐受和其他肠道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如此迅速上升。 当然,并不是说肠道均持的失衡,是这些疾病发生的唯一原因,但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 而且,破坏还远不止于此,肠道均持失调还与许多其他肠道以外的慢性疾病有关。 我们的环境变化太快,我们的身体无法跟上步伐,现在我们正在为此而承担恶果。 我们应该怎么做? 对于那些没有明显的肠道相关问题和或精度肠道均持失调的人来说,改变生活方式,选择一种更为传统而古老的生活方式,应该就足以达到非常好的健康状况。 最重要的是,多吃富含可发酵的善食纤维的食物,适当是一些发酵食品,适当地补充一些高质量的益生菌,对于那些有更严重的肠道均持调的人来说,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,包括饮食的改变,以及适当地补充益生菌和益生源,绝对是修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然而,仅仅如此可能还不够,一种健康的肠道均群是由数百种维生物组成的,这种多样性很难通过益生菌和善食补充剂来实现,我们还应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,怎样自己接触各种好的维生物的机会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渗入,我们可以通过个性化高质地质,获得最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益生菌和以食干预方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